董总前主席叶新田拒绝为本月16号在中国报的藐视庭令发言道歉 醉成后已经入狱一个星期 今天叶新田出庭聆讯时 一身素色衣裤 憔悴的面容和光头凸显了狱中生活的艰难 而庭外有超过20位叶新田支持者声援 大多数是银法苍苍的长辈 其中一人更是曾把150万令吉全副身家 圈给新纪元大学学院的88岁黄雅珠老太太 尽管行动不便 她依然坚持坐轮椅亲临听讯 成审法官拿督莫哈莫贝鲁斯 今天决定法外开恩 只要叶新田同意两大条件 他就会批准暂缓执法 好让叶新田可以回家等待上诉 但在两个情况下 他没有任何决定 叶新田最终点头同意遵从 因此不必再回去家饮监狱 至于上诉停选日期 则还没有定夺 巴兔空间张一慧 吉隆坡报导 吉隆坡报导